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1月18日 美国财政部公布2022年11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中国连续第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 当月减持78亿美元至8700亿美元 持仓规模为2010年6月以来新低 如今美国的债券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美债总规模已经逼近了31.4万亿美元 一旦超过了法定上限 则形成了实质的违约 就算不违约 由于价格与去年初相比 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 造成持有人的大额亏损 其实不止中国 在2022年 日报其他十多个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抛售 接着 我们央企分批撤离美股 由于美方对中资上市公司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导致接连几批的央企资源退出美国股市 受世界影响 整个2022年美股的融资额陷入了拼点 通过IPO上市的公司只是2021年的十分之一左右 与此同时 美国股市也大幅下跌 本来一些把希望寄予美国的投资者现在应该都明白 这次美国恐再重现08年后快速走出次贷危机的可能 资金将源源不断地流出美股市场 中国也不断强化自身的实力 这也是我们的组合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段时间 中国将抛售美债收回资本的部分用于购买大量的黄金 据统计 中国近期采购了将近250亿的黄金 购买黄金能够增加人民币信用度 比起投资美债这么做不仅保险还保值 于中国而言是一本万利 同时 中国也在抓住机会发展经济 2022年虽然全球经济逐渐出现问题 但是我们的出口依然保持超过10%的增长 最后 全年度的贸易顺差高达5.9万亿元 目前我们一年的贸易顺差额 就已经相当于外汇储备中所持有的美债余额 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持有美债的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了下来 当然 未来中国应该还会继续抛售美债 并且继续买入黄金 美国已经不可能再考虑收割中国 现在能考虑的只是怎么尽可能快走出 自己加息造成的经济衰退 目前 美务上限风险正在逐步逼近 1月19日预计将顶上31.4万亿美元的天花板 美国财长呼吁国会尽快提高债务上限 以免政府违约 华尔街担心 由于美国陷入分裂国会 竞争空前激烈 此次违约风险可能是十多年来最高一次 分析人士认为 债务上限已经沦为党争工具 政治闹剧落幕后 最终应该仍然会达成妥协 毕竟美国无法承受违约后果 只是任何妥协无非是缓刑 债务上限危机仍会循环上演 而随着美债规模日渐膨胀 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近日美国财长耶伦向美国国会告急 称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将于19日触及 31.4万亿美元的法定限额 他呼吁国会尽快采取行动 再次提高债务上限 避免政府部门停摆 以及可能出现的债务违约 这一幕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 远的不说 2019年2021年 美国财长当时就发出过类似呼吁 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于2021年12月设定 仅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触顶警报再次拉响 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屡次逼近 甚至达到债务上限 这一红线已经被修改了104次 平均每9月一次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频繁发生债务上限问题 固然有制度设计的原因 但也与美国开支上涨 债务膨胀有关 在小兵看来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 美国联邦政府开支 每年不断增加 而且增加速度很快 尤其是最近几年 在疫情背景下向全民发福利 再加上占财政支出的 第一军费大幅增长 花钱多意味着 政府举债越来越多 而每次调整额度又有限 因此额度很快就被用完 从而触发债务上限的问题 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举债虽是常态 但是过去很少引发危机 比如克林顿的时期是 债务控制最好的时期 经过经济快速增长 不仅压缩了债务规模 还实现预算盈余 但是在奥巴马时期以来 债务问题日益凸显 背后有多重原因 一是美国经济发展进入技术瓶颈期 没有增长点拉动经济 使得经济增速追不上债务增速 二是十几年来 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疫情 都需要政府扩大开支来纾困 但又没有更多收益 三是美联储去年多次加息 推升债务利息 导致联邦政府债务水涨船高 既然快要采线 国会就赶紧主动提高债务上限 何必还要财长使劲催 这又不得不说到美国两党之争 分析人士称 债务上限已经成为 国会两党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 几乎每隔几年 两党都要借债务上限互加 目前美国又陷入分裂国会 民主党控制参议院 共和党控制众议院 围绕提高债务上限的交锋 将因党争问题变得更加心烈 特别是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后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将民主党义军 据美国媒体报道 共和党打算利用债务上限作为杠杆 以推进国会通过一项全面预算法案 以削减赤字 华尔街日报称 今年的党争乱象将是至少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 通过新的立法规则 加大了提高债务上限的难度 并强调任何限额上条都必须附带削减支出 参议院共和党人还要求提高债务上限 与结构性支出改革挂钩 民主党自然不会轻易让步 白宫敦促国会必须无条件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反对任何将稍减开支 与提高债务上限挂钩的企图 这将加大双方陷入长期僵局的可能性 两党对峙步步相让 债务却不等人 增增上涨 眼看拥要触顶 难怪财长耶伦只能大声击呼 华尔街分析师和政治分析人士警告 围绕债务上限问题 两党采取边缘政策 可能最终会在2023年引发灾难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 两党谈判可能会拖延至最后一刻 但最终还是会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妥协 因为美国无法承受违约后果 债务违约意味着美元信用滑坡 美债将被大量抛售 并且可能没有接盘者 同时资本市场将急剧动荡 引发美国主权信用危机 由于违约成本太高 美国不会真正违约 即无法偿债 最多出现政府关门而已 然而谈妥债务上限也只是暂缓危机 隐信并未拔除 如果两党最终谈拢 美国又将刷新债务上限数字 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债务上限上不到3万亿美元 赎金即将达到31.4万亿美元 接下来还会更高 一次次提高债务上限 美债雪球也越滚越大 天亮美债意味着什么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外界认为 天亮美债将会恶化美国财政状况 威胁美国未来经济发展 削弱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目前债务已经逼近31.4万亿美元 而美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约23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负债率约达到130% 美债以美元计价 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 支付结算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 约占60%甚至更高 随着美国债务规模日益膨胀 一旦出问题 对美国和全球都将构成致命打击 包括一些国家的财政 企业可能破产 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也将被严重削弱 国际货币体系甚至可能重塑 按照美国以债偿债逻辑 债台高筑将是长期趋势 但债务规模越大 美国的成付能力就越受的怀疑 进而对美元的信心也会流失 比如现在一些国家 减持美国国债 或者一些产油国绕过美元 另寻其他货币交易结算 都是一种避险行为 一定意义上 美国能否不断提高债务上限 取决于美国投资者 及各国央行对美元的信心 只要有人买美债就可以持续 而且美国政府偿债只付息 不还本 即便每年利息在涨 也在其承受范围内 所以美国会千方百计 防止债务违约 以便击鼓传花 游戏能够继续玩下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